秀宁乡近年来因为各部落墓地趋近满帐 秀宁乡公所为了解决各村墓地不足的问题 陶浦阁部落公墓用地是全乡 唯一符合各项法令规定 新建纳谷墙设施的区域 秀宁乡公所也在 陶浦可多功能活动中心办理了 纳谷塔新建部落资商同意权的表决活动 而经过说明了之后 投票结果不同意票超过了同意的票数 资商同意权势项按决议结果施不通过 秀宁乡近年来各部落墓地趋近满帐 秀宁乡公所为了解决各村墓地不足的问题 陶浦阁部落公墓用地权箱 唯一符合各项法令规定新建纳谷墙设施的区域 秀宁乡公所在3月5号前往陶浦阁部落 召开部落会议来行使资商同意权 秀宁乡公所长 我们也会表示 秀宁乡各村墓地用地已经接近饱和状况 为了解决各村墓地不足的情况 我们也会表示 商场已来积极到各村办理纳谷塔纳谷墙的说明会 并且依照原书民族基本法资商同意权的行使办法 绝对尊重部落主人们在各部落会议所决议的事项 生活秀宁乡的大家长将会持续演绎解决目的不足的办法 秀宁乡公所长 参加的部落主人有达到二分之一的户数 部落主席蔡光辉也宣布开始进行投票 而这是资商同意会议参与与会议的家户超过半数以上 经过部落会议决议表决的结果 不同意新建纳谷塔设施票数超过同意数 秀宁乡公所在淘宝格部落新建纳谷墙 纳谷塔设施智商同意权的事项决议 结果尾不通过 面对各村满帐的议题 经过秀宁乡两年来积极办理 并且透过各部落大小会议宣传 目前各部落相当理解部落满帐的现况 并且陆续提出新建纳谷墙的设施的提案 目前秀宁乡经过部落会议 资商同意行使同意通过新建纳谷墙的部落 为米亚网部落 布拉兰部落 崇光部落 水源部落 以及荣树部落 而后秀宁乡公所仍会努力办理 纳谷墙设施的部落资商会议 尽速解决秀宁乡目的部组的问题 记得请欢迎订阅我的频道